這次來的主要目的就是抓比賽的感覺嘛 然後第二點就是健康完賽就好 所以成績其實不在乎啊 所以因為畢竟受傷完剛第一場比賽 所以人跑多少就跑多少 然後之後再回去跟教練討論說這個強路 然後我們後續的訓練安排到底該怎麼做這樣 其實一開始是一個月有其實是住著拐贈 住著拐贈的訓練大概兩個多月沒辦法跑步吧 所以就是其實一開始真的是很難過 就是因為畢竟就是奧運很近了嘛 然後然後又需要兩三個月 其實自己心裡其實一開始其實有一些 就是不知道怎麼辦啦 可是後來自己又去想說就是調適一下自己說 想說因為大賽畢竟就是時間已經定在那邊嘛 我們再怎麼去想也是沒用 所以自己心裡會說就是這段時間可以做好自己 以前沒辦法做的事情 補足一些自己以前沒辦法去補足的一些能力這樣子 所以心裡條說會變成想說 現在就是做我該做的 做我能做得很好 好好去迎接下一場比賽這樣子 但是我們需要做的事情 我們要做的事情 我們會很快一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